挺好的 然后大家就是 我觉得就是带给大家欢乐吧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传递正能量 传递欢乐的事情 以后有可能接喜剧新的角色吗 当然有可能啊 就是我不会排斥任何的角色 只要我自己觉得 这是好玩的 这是我喜欢的 能够演好的 那我们就去努力 那比如说像黄渤老师 那种路线的你OK吗 我觉得那种 我觉得都很棒啊 我觉得这个 其实完全是看 这个剧本的需求 然后就包括这种 一些可能需要比较 就形象上面 可能不会现在这样子 可能会有些改变 可能就 我觉得只要剧本 剧本是这样要求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问题 但是你的形象看上去 就是比较高大上的 你觉得你可以 胜任屌丝这样的角色吗 所以要挑战啊 所以才有意思 这就是当演员 然后演戏 特别有意思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能够去 尝试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不知道能不能演好 但是我愿意去尝试去挑战 近期有可能建演偶像剧吗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的形象 不演偶像剧好浪费哦 我不会排斥任何的 任何的工作 然后任何方面的剧 我觉得就是像我说的 我觉得只要是适合的 只要是我能够演好的 那我喜欢的 都有可能会去接 ņ词 你 一直 那个 我 没有 对 乃 前 什 感谢观看